目前全球所有有波音7378型飞机的直飞航班的国家和地区 都已经停飞了这一机型 作为最早宣布停飞该型飞机的国家 中国民航局表示将持续的跟进 波音7378坠毁事故调查的情况 这些事件发生后的一段时间里 一些媒体在报道中对摄氏机型有多种说法 甚至将737-8与737-800系列混为一谈 让一些旅客产生了恐慌心理 那么737-8到底是一款什么样的飞机呢 波音737飞机为波音公司生产的双发载体客机 其中包括737-700系列 737-800系列以及737-7 737-8 737-9和737-10等等 737-7-8-9-10统称为737MAX 也就是说737-8是737MAX系列中的一款 而这一系列只有737-8在2017年10月 获得了中国民用航空局的型号认可 因此目前我国进口的737MAX飞机只有737-8型 一共96架目前全部处于停飞状态 短短130多天 诗航和埃塞航就因为这一机型相继发生坠毁 原因何在 一位有着30年飞行经历的民航机长 曾经驾驶过波音737-8飞机 他说这款飞机的发动机和仪表系统改变较多 但并不是所有的飞行员都了解或者熟悉这些系统 民航局副局长李健也证实 波音737-8飞机对保持飞行平稳的迎角探测器 确实做出了一些改变 在手动操作时 对飞行员的操作技能要求很高 他信号接收的不准 探测器探测的不准 这种情况已经发生过多次了 所以说带来操作上困难 飞行员处置及时的话 他可以把这个控制按钮拔掉 截止到今年1月底 737MAX系列的全球订单大概为5012架 目前交付了387架 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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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